制作一个水轮 把它放到一条小溪流的里面 这样就可以利用水流的流动 来带动发电机进行发电 今天的这个制作 它是一套水力发电系统 有了这套设备 就能够获取到源源不断的免费的电力 用它来减少一下家里的电费开销 这套设备的制作方法其实也比较的简单 这里首先制作的是它的水轮 把一块PVC板描绘裁剪出三个大小一样的圆环 然后把这些圆环扭曲到一节PVC管的上面 再给它上面打上一点胶水 它就能组装成一个螺旋桨形状的水轮 这个水轮组装的时候 要想让它能够转动 中间就要给它装上一根转轴 这里可以先找来两个跟PVC管配套的堵头盖子 然后给它的中间开孔 这样给它接入到PVC管的时候 就可以往它的中间插入一根转轴 处理完成后 再给它喷上一点好看的油漆 然后水轮的部分就制作完成了 接下来制作的就是它的一个传动装置 这里用到的是一个用木板做好的支架 这个支架的上面可以装上一些带有轴承的木块来做支撑 然后通过转轴连接上齿轮 再用链条来逐步带动 最终让发电机的转轴产生转动 从而发出电流来进行使用 这里整个制作总的来说也是比较简单 就是这套发电系统有它的局限性 它只能在有水流的位置进行使用 不过优点也是比较明显 相比于风力发电机的话 水力发电机使用起来还是相对比较稳定 如果环境有条件允许的朋友 也可以点赞把视频收藏一下 或者也可以转发给有需要的朋友 现在把它制作完成后 就可以把它拿到有吸流的位置了 试试它的发电效果 这里这条吸流的流速比较快 这样在水轮的带动下 发电机上的转轴也是在高速转动 相信发电效果应该也会不错 用万用表测试了一下 可以看到也是有了反应 不知大家觉得这个制作怎么样呢 可以把你的看法在评论区发表一下 同时也可以点一下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